夏天時, 坐在房裡享冷氣, 當然舒服 但有沒有想過, 古人沒有冷氣, 亦沒有雪櫃 到底是怎樣度過嚴嚴夏日呢? 原來古人的消暑方法比我們想像中多 第一是用冰鑑 冰鑑指甲是一種甲層容器 古人在甲層內放入冰塊 再將食物放在容器內 這樣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鮮 第二的方法是涼屋 古人會在河邊建屋 利用水車將水送到屋頂 水再沿著屋簪流下來 形成水墨, 將涼氣送入屋內 第三是涼枕 現在還有不少人用 古人會用瓷器、玉石製成枕頭 睡在上面清涼舒服 所以古代科技雖然不夠發達 但古人也有很多消暑方法 但是古代科技雖然不夠發展 小燈